大家好,我是谢爱蒙 鸡肉怎么炖才好吃 吃了几十年的炖鸡肉 就服农村这种做法 鸡肉鲜嫩入味又好吃 鸡的品种选的是农村三样的小公鸡 首先把宰杀处理干净的小公鸡分解 然后把小公鸡剁成块 这道菜的菜名叫南瓜炖小鸡 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而且小公鸡一定要选用鲜货宰杀的鸡 做这道菜鸡肉不能焯水 要直接生炒 所以要选用鲜货宰杀的鸡 冷冻鸡和冰鲜鸡都不适合这种做法 南瓜一定要选用特别嫩的南瓜 不要选用老南瓜 一只鸡配上半个南瓜 把南瓜从中间切开 南瓜的后半部分有嚷 一定要把嚷去除干净 因为带着南瓜嚷也可以吃 因为这种南瓜比较嫩 因为南瓜嚷炖熟以后容易碎 会影响整个菜肴的出品美观 最好是把南瓜嚷去除不要 把南瓜切成三角块 接下来切点炖鸡的小料头 去皮清洗干净的生姜一块 顶刀切成片 这个是去皮清洗干净的蒜子 去皮清洗干净的大葱 顶刀切成葱段 把切好的葱姜蒜都放在一起 这个是今天咱们用到的香料 八角和花椒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下入八角和葱姜蒜炒香 一定要把锅中的葱姜蒜和八角炒至变色 这样能快速的激发出八角和葱姜蒜的香味 下入鸡块炒干鸡块表皮的水汽炒香 把鸡块煸炒出香味以后 炖出来的鸡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采用生炒的方法把鸡肉炒香 和鸡肉焯过水以后再炖是两种味道 鸡肉的煸炒时间一定要保持在五分钟左右 把鸡肉炒出油分 烹入生抽酱油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酱油要经过高温热烹 才能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料酒去腥增香 也可以倒入少许的啤酒代替料酒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老抽增加鸡肉红亮的颜色 下入精盐两勺增加底味 下入花椒 盖上锅盖转小火炖至三十分钟 小公鸡的养的时间比较短 炖至时间不需要太长 三十分钟以后打开锅盖 下入切好的南瓜块 把南瓜块往汤汁中压一压 再次盖上锅盖继续炖至十分钟 炖至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鸡块和南瓜已经完全的熟透 下入鸡精一勺 下入胡椒粉一勺 把调味料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装盘 这小菜炖出来的味道绝对杠杠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